这个和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有关系的 无论是孔子的教诲还是历代的中华帝国 实际上我们不太会去以殖民主义的方式 去占了一块新的地盘 掠夺他的资源 而且我们在近代是被人欺负过的 在近代殖民主义最高涨的时候 我们不是强国 我们没有采与那样一场肮脏的游戏 换句话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过殖民统治的经验和技法 不会